一个窝窝头让两个本不相交的人 结下了不解之约 自从离村后 陈江河开始四处流浪的日子 寄一顿饱一顿也成了家常便饭 没钱买票就躲在火车座椅下 这天正巧看到掉落的窝窝头 就要伸手去捡 突然对面出现一只手给结束先灯了 陈江河看到抢走窝窝头的是个小混混 他连忙跑下火车去追赶 两人纠缠在一起 可已经饿得头晕眼花的陈江河 根本不是小混混的对手 等再次醒来后 自己被小混混带到了他住的桥窝 小混混见他饿得厉害 把刚强的窝窝头分给了他一半 还拿起陈江河随身携带的波浪骨 问他是做什么的 陈江河表示自己会鸡毛换糖 而小混混正好会熬得一手好糖 命运的齿轮就是神奇 两人也注定会相遇一拍即合 两人的生计问题便有了着落 每天同吃同住 晚上小混混在桥窝里熬糖 白天陈江河走街串巷做挑货狼 这天陈江河如往常一样出门换货 被好心的大妈告知 民兵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住所正在前往 陈江河赶紧回去通知小混混 两人一路狂奔 可很快 小混混跑得力趴在地 陈江河只好一把背起了他 最后两人躲在拐脚里甩掉了民兵 两人还在惊险当中 陈江河忽然觉得不对劲 他们的温暴击